多个月了 对 她快11个月了 已经会走一点点路 也会对着我跟妈妈说 爸爸妈妈 她好快 你要哭吗 当时那一瞬间 你倒倒不会 挺开心的 很感情的 就很开心 现在做了父亲了 女儿又有了 你有没有 好像以前那么 刚烈的感觉 以前更刚 更刚 刚刚刚 郭碧婷嫁入豪门相家之后 基本上就淡出娱乐圈了 主要是在备孕 生孩子 做月子 待孩子中度过 2020年中秋 郭碧婷就生下了一胎女儿 今年夏天又生下二胎儿子 完成了三年爆两 10月4日 有网友晒出 郭碧婷二胎儿子 百日宴聚会照 这也是郭碧婷 二胎产后首次露面 38岁二胎妈妈皮肤白皙 眼角没有一丝细纹 看起来状态超好 儿子出生一百天 也是女儿小奶黄两周岁生日 一家好幸福 从照片来看 郭碧婷气色红润 微微发福 一头傲人的海藻般的微卷长发 状态不错 郭碧婷的两岁女儿越发可爱 还特别爱笑 一看就是在幸福的环境中生活的 郭碧婷的儿子则是虎头虎脑 非常可爱 而且眉毛长得很有型 郭碧婷儿女生全 一家人在一起其乐融融 隔着屏幕都能感觉到像华强夫妇也是开心 郭碧婷的儿子则是虎头虎脑 一家朋友曝光了郭碧婷两个孩子的名字 说大女儿叫相纸 小儿子叫相生 姐弟俩名字一个是草字头 一个是竹字头 确实是一家人的名字 纸字意思是相为令人止步的草 生则有生 生也 相物惯的儿生也的记载 指的是 生象征着万物生发之意 犹如植物惯的儿出 看起来一家人对两个孩子也是很有期待的 但同时 只和生两个字的谐音只和生 也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似乎是颇有深意 耐人寻味 生女儿就叫纸 生儿子就叫生 让人感觉像家有种 盼着郭碧婷多生儿子少生女儿的意思 看来 郭碧婷很难就此风度了 其乐融融的百天照却唯独不见向左身影 这和谐却又奇怪的画风 再次将向左与郭碧婷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一时间人心惶惶 猜测接种不断 为何准爸爸的缺席了 难道另有隐情 郭碧婷生完二胎儿子后 就遇到了向左和别的女人亲热的事件 作为受害者的一方 郭碧婷没有争辩 没有表态 默默地认事情发展 向左对此事没有回应 而是向太强硬出头维护 沸沸扬扬一阵子 事情间接淡化 郭碧婷也没有斥责 而是不予理会 两人现在的关系到底怎样 还不知道 向左更像个女婿 高情商的她 才是人生最大的赢家 至于向左为何缺席 也许是因为之前的风波 这样喜庆的日子里 不想往事重提 向太其实也经历过 郭碧婷所遇到的问题 向太处理的方式比较粗暴 直接约对方出来 狠扇了对方一耳光 从此以后老公向华强 再也没有传出绯闻 而且两人越来越恩爱 从向太的角度来看 向左的问题不大 只要今后不再犯错 还是一个好老公 就看郭碧婷的态度怎样 郭碧婷已经生了两个娃 与向左之间也有深厚的感情基础 很可能会选择原谅的 俩人的婚姻状况 一直饱受网友的猜测 甚至质疑 但婚姻正如饮水 冷暖只有郭碧婷自知 外界舆论也只是娱乐调味 痛吗 你怕痛吗 我怕痛啊 那身体还怎么办 要求我 不知道 那时候再说吧 中龙凤婷最好 一次搞定的 好 龙凤婷就像郭吧 老是 快好了 求婚帽 展议